离不开水的,就像我们离不开空气一样,但是凡事都有例外,据了解,在非洲就有一种鱼可以离开水很久,它们是世界上最强的僵尸鱼,晒成鱼竿还能活5年,浴水3秒就复活,这种鱼就是肺鱼,它们生活在淡水中和普通鱼的差别就是,除了靠塞呼吸之外,它们还可以用镖带去呼吸,因为它们的镖在生理结构上具有肺的功能,在缺氧时用镖吸收氧气并排除傲氧化碳, 在非洲就生活着很多这样的肺鱼,但是非洲天气炎热,有着非常明显的旱老两季,为了能够生存下去,这种肺鱼在非洲旱季的时候就会钻到淤泥之中进入休眠的状态,它们的身体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液体,将全身都包裹住,这样就相当于形成了一个保湿层 即便是离开水之后,它们也可以在这种没有水的情况下,生存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,等到雨季来临的时候,它们又会从泥土中钻出来 这不,当地人就发现了这样一条废鱼,被煞成鱼干后还能活五年,当人们无意间将它从土里挖出来的时候,全身上下都已经干裂了,看起来就像一条鱼干一样,似乎已经没有了生命的迹象,但是遇水三秒之后就立刻复活了,因此也被称为僵尸鱼,这种强大的生命力和适应能力,也使这种鱼在地球上生存了三亿年之久,所以也被称为世界上最强的僵尸鱼,话说大家有没有见过这种鱼类?